欢迎收看今天的漫画收藏节目 本期是第七十期 咱们今天介绍的是我去漫画店的收获 今天是10月9号 是一本书首发的日子 就是变形金刚第13回后 这本书咱们已经苦苦的期待了 一个月的时间 就在这个袋子里面 而且还有另外两本书也是首发 正是街州的合集 咱们先迅速看一下街州合集 然后就看变形金刚 好了我们看一下 那么这个是合集 相当相当的厚重 我们看一下 有这么的厚 那么上面写的是 Compatium One 这是合集的第一本书 为什么会有这两个封面呢 就是因为这个封面 是在网上公布的时候 预定的封面 我觉得已经非常酷了 上方有蛇眼 那么下方还有一些 科普腾的一些成员 但是这本书是令我没有想到 这本书是在漫画店独享的版本 需要在漫画店里面 并且进行预定之后 才有可能得到这本书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一个复刻的 经典老版本的封面 那么 CHA州 那么 RUAL AMERICAN HERE Compatium One 下方下面写的是 Direct Market Exclusive 是漫画店独享的这本书 价格是多少呢 我们翻过来看一看 后方有售价 售价也不便宜 这个地方写着 美金是64块9毛9美金 那么还要再加上税 那么其实这本书 已经是不算便宜了 但是这本书是 饱含了很多内容 上面写的是 第一回合到第50回合的内容 我们就先翻看一下 这本书应该是内容 是一模一样的 只不过是 这个风情不一样而已 大概我们可以看到 里边是这个样式 然后前方还有一些角色的介绍 然后这个是第一本书的封面 是有涵盖 这个纸张的这个颜色配色 就让我想起老文本 可以是一个完美的复刻 里面令人怀念的色色 没错 就是这个感觉 这个味儿 就是这个feel 包括油墨的感觉 都是有点当年的感觉了 那么这个颜色 是完全复刻了老版本的颜色 而且比之前是略微的清晰一点点 因为以前是噪点很多 现在是弥补了这些噪点 但是这个颜色色的 是跟之前一样的 不像这个以前 变阴阳处的一个合集 颜色很夸张 就是很降气那种 很油腻 这本书还是很清爽的感觉 令我最最期待就是 它里面是否有收录每本书 不同的封面 确实有啊 50本书的封面 都有进行一个收录 这是第二本书的封面 然后我们看一下 看美西亚 这个是里面内容 然后是个第三本书的封面啊 好 那么 也有第三本书的封面 也就是说这本书啊 它是收录了第一本书 到第50本书的所有内容 并且收录了50本书的 全部的封面 我们可以看到啊 非常非常的不错经典 这本书绝对是我 这个年度最喜爱的一本书了 因为我真的是喜爱之业 就乃我这个毕生的挚爱啊 第47回合 我已经讲到过这本书了 大家可以观看我 我的GI周的评书节目 这本书应该是我把它放在床头啊 进行一个观看了 好 放在一旁 这个是合集的这本书 然后这本书就在网络上面 进行公布的这本书了 那么这本书是个合集的形式 里面内容是跟它一模一样的 售价也是一样 我们大概看一看 有没有什么不同的 其实没有不同啊 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也收录了不同的封面 我们就不再这个赘述了 把它放在一旁 然后就是这个地方啊 是我们毕严金刚粉丝 苦走的 里面这是这些书节 稍微的调整一下角度 然后可以看得很清楚 拿出来也是满载而归 好的 首先啊 这个这些是毕严金刚 我们先把毕严金刚 第13本书放在这个地方 我们看一下其他的一些书籍啊 好东西聊到最后 这是一些复刻 这是第6本书的第三次印刷 前方是Devastator 大力神在这里进行踩踏 这是第8本书的第二次印刷 前方是大火车 Extra Train 这个是通天小通口歌 Ultra Magnes 第二次印刷第8本书 然后这本书就是 Scarly红发传的终结了 这个是红发传 这是一个特殊封面 上面有没有写的 这是1比10的封面 前方是红发 也是稚嫩的红发 脸上还没有这个雀斑的 后方是白油灵 然后这个是红发传的 第5本书的第2个封面 然后还有第3个封面 然后指挥官传也进行复刻了 那么指挥官复刻 这是第2本书 第3次印刷 然后这个放在这边 这些都是我们今天的重头续 变形金刚了 我们打结书先放在一旁 好来了 咱们先看到特殊封面了 我们这个 一下 特殊的放在后面 好 首先这个是第13本书 上面写着 Transformer 变形金刚 然后这个是Scarly红发传出品 第13本书 单本定价是3.99 前方是 红之猪 打赢复活赛 没错 小红又回来了 上方是如同熔岩一般 向下降落的 这个炙热的雨水 那么在他身上 我可以看到它是保护金风霜 之前是被小波进行一个锤爆 那么这个时候它是完美回归的一个封面 翻过来 我们可以看后方 是有不同的封面 这个是A封 B封 还有C封面 然后这个是D封面 相当相当的精彩 这个我也有 那么这E封面和F封面 再往下 还有两个特殊的封面 G封面是完全白板 然后H封面 是一个Jemov全新的角色 没想到这两个封面 老板也给我留了 马上就看到了 好 我们先把这个放到朋友 那我们就翻开这本书 然后再往下 这个是Omega Supreme 咱们之前在预览的时候 已经讲到过了 这个三人 Jemov Starscream 还有Jetfire 他们是来到了一个观景地铁 观看天空的奇景 就是在Cyberton上方的Omega Supreme 那么作为这么一个守卫 直接从上方进行一个飞过 好 那么它的体系 应该像这个一座山峰一般 相当相当的酷 这个封面 我也是非常喜爱 好 再往下 就是这个 我们再看这个封面 好 这个封面上面写的 这个是1比10的封面 什么意思 就是每卖出10本普通封面 还会有这么一本封面 那么后方是Megatron 前方是Starscream 然后这是Jetfire 也是琴喜亚的一个封面 但是都不及下个封面 这个封面是多少 这是1比25 每卖出25本书 才会得到一本这样的封面 这个是Soundwave 这是声波 形象非常的G 老板还很贴心的 帮我放了一个书品 在这里 但是这个定价 绝对不是这本书的定价 这本书的购入囊中 是3.99 但是已经被炒到相当高的价格了 非常的喜爱 好 再往下 这个是一个特殊封面 在特殊封面的里面 还有普通封面 好的 这本书是一个白白 大家如果有绘画技巧 上面可以进行一个图画 好 再往下就是我最最为期待的 这个特殊封面 这个封面 那么在刚开始预览的时候 一个月以前我就说过 我最喜欢这个封面 这个前方的角色是什么 就是Javo 一个全新出场设计的角色 他正是Stars 最明星时期的挚友 也是他加入霸天虎的引荐人 带路人 Javo这个角色 那么我们猜测 红蜘蛛之前是一个很青涩的模样 那么内心也非常的纯洁单纯 之后为什么就变成这个如此黑化的红蜘蛛 有没有可能就是Javo身上产生了一些变化 影响到了小红的 我们之后才会得知 这本书的封面 正是H封面最为稀有的一个封面 老板居然给我留了一本书 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今天 我是第一个冲进的漫画店 我们去世界购买书的时候 那么如果你第一个冲进漫画店 且跟老板的关系较好 且这本书是分配给了当地的漫画店 那么你就有可能购入囊中 这本书是我最喜爱的一本书 好的 我们就看看这本书到底有什么内容了 我们之前已经讲过 并且期待了一个月的时间 好 我们开始翻看 等不及了 好 书接上回啊 这应该是在第七回合的时候 这个声波跟他说 我之所以杀你于今日 就是因为你把我的Ravie机械狗踢飞了 而是拔出他体内的这个重要的脏气 并且将他直接抛了于血润之下 下方是严调 但是小红就是有运气 直接跌了在了一个板子上方 没有跌到容颜里面去 这时候他说的什么呢 他说的这个 这个这个 他之前的名字啊 是这个这个 这个叫做 奥特尔 奥特尔 奥特尔是这个之前的名字 好了 那么说我不是红蜘蛛啊 我不是奥特尔 我是红蜘蛛啊 咱们下方感 好 这前面都讲过了 好 詹萌过来去叫他去观看奇景 那么这个 他们也是马上就离开赛宝塔了 那么能在这之前能看到奇景也是不错的 他们坐在这个地方 詹萌向这个红蜘蛛介绍什么呢 介绍说现在有个组织叫做霸天火 二维要不要加入 而天火表示反正他准备去这个游历于宇宙间 找寻 静救赛宝塔的方法 而小红也是在犹豫徘徊 詹萌这个时候想把这些虫子碾死 但是小红说 你看他们那么可爱 不要去把他们碾死 我们看看这个表就多么多么的青涩的表情 好 这个时候天空奇景 向天空一指 就是全新内容 这个时候在空中 哇 这么大的一个画面 飞过了一人 我是旁人 正是 Omega Supreme 好 哇 这个鸡皮疙瘩啊 含毛都竖起来了 好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看到了天空的奇景发生 但是怎么会有这样一个攻击的模式呢 是直接是产生进攻啊 那么空中 这个是大力神再次飞过 下方这个就是杯子 那么老兵杯子 好 这个时候他们有一些对话 我们之后会进行请起 然后我们看 那么一些这个成员来到 还有这个震荡波在这里 好 Gembo是跟着这个 这个霸天火一起出去砍人了 我们看一下 他是Gembo 好 这个时候他们进行一个征战 而Gembo也是跟红蜘蛛 红蜘蛛感觉很无辜啊 就是被搅到资源场战事当中 没想到Gembo直接胸口中弹 而红蜘蛛也是大喊Gembo 那么他是看到手中的这个Gembo 而前方的证是 I am Office Prime Leader of Autobots 那么这个大哥来的 好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后方 还有这个这个Bumblebee 而这个时候红蜘蛛也是在梦中惊醒啊 那么发现他的腿部已经被烧坏了 那么这一幕让我想起了星战里的模式 难道他就是Alex Skywalker吗 那么难道他再复活之后变成了Darth Vader了 好前方我们可以看到有Gi周的载具来的 哇联动起来了 克斯坦克 好那么是这个被Gi周找的 他的双腿没有了 太帅了 好再看一看这个地方啊 那么这个地方又来了一名这个成员 好那么这个又是回到他的梦境当中了 这是抱着Jim而前方出现一人 正是I'm Megatron Leader of Decepticon 好那么这个时候是否要邀请了 没错 确实一个介绍啊 You can be a warrior of the new Decepticon order 你可以成为我们霸天虎新的一名战士 这个时候微整天他直接进行变形 变形变形了一把枪 这把枪下方还有履带 坦克枪 真的是很酷啊 那么也解释为什么G2形态下 那么它是可以变成不同的坦克呀 还可以变成枪啊 好然后这个地方是一些读者的来信了 看看我也有写信 不知道有没有被收录到里面去呢 后方还有这个Gi周的新书的预览 这本新书马上11月份就要预览了 新书一共18个封片 我都有进行预定 而最为期待的就是我们的Baronis 男爵夫人 居然跟Gino一起共同作战 好的相当的刺激精彩 今天看有事干了 稍后我会送上这个 变形应用的漫画评说的讲解 净期待 我们下期见 See you next tim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